北京时间8月27日,雅加达亚运会第九个比赛日,在羽毛球混双的决赛中,中国组合郑思维,王雅琼2比0轻松,战胜中国香港组合邓俊文先赢雪,夺得两人首个亚运会混双冠军。 两局比赛仅耗时29分钟,这样中国混双也维免了这项冠军,开赛后郑思维,王雅琼就打得积极主动,他们在速度上明显压制对手,郑思维的进攻也很凶,邓俊文先赢雪在决赛里打的有些放不开,主动失误较多,郑思维黄雅琼很快已9比4,11比5领先, 局内阶线后郑思维,黄雅琼,掀起另一波高潮连得5分扩大优势,香港组合之后连追2分,但郑思维黄雅琼控制着局势,他们以21比8先升夺然,第二局邓俊文先赢雪的表现好了不少,但郑思维黄雅琼依旧在速度上担忧,黄雅琼很好的控制着往前,中国组合11比7领先进入局内阶线, 回到场上郑思维黄雅琼继续扩大优势,16比9后香港组合连追2分,郑思维黄雅琼迅速还击稳住,双方之后交替得分,黄雅琼封网得分,中国组合以20比15拿到冠军点,首个赛点郑思维黄雅琼就把握住了,黄雅琼平车得分,21比15,他们以2比0获胜夺冠。